东汉末年,寻雄辈出,经过多年的征战最终形成了魏蜀吾三族鼎立之势,在三国演义中所侧重的是以刘备还有诸葛亮为代表的蜀国阵营,所以将曹操描写成了一个手段毒辣,甚至是厚颜无耻的大奸雄。 那么在正史上的曹操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?曹操生于公元155年,纵观曹操的一生,无论是在军事政治上,还是在文学诗词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。 在曹操年轻的时候,也曾是一个渴望有一番大作为,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热血青年,也曾像朝廷重臣一样,一次一次的上书恳求皇帝扩清励志,惩处贪官污吏。 然而最后贪官污吏没有惩治,反倒是自己遭到了贬官。曹操在一次次的失望中,明白了一个道理,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 于是曹操便按理大致,一定要不择手段地壮大自己。曹操虽然在很多事情上都不择手段,但是却从来不欺压老百姓。 比如说在建安三年的时候,曹操发兵晚成,在经过麦田时,曹操命令官兵们不得践踏麦地,否则要杀头,但是他自己的马却因为受惊了,一下子窜到了田地里,他坏了庄家。 曹操要执法官给自己定罪,执法官哪里敢,众将皆跪地请收回成命。 于是乎曹操便割断了自己的头发,以待守级,百姓见之无不成熟。 还有一个案例,可能大家会更加的感兴趣,那就是摸金校尉。 曹操有一次军费短缺了,但曹操不愿欺压百姓,于是乎便向死人借钱,设立发秋中狼将,摸金校尉等军衔。 这些人的任务只有一个,那就是专门找墓穴道爵,然后补贴军饷。 相比于刘备设立纸百姓挤压蜀汉百姓的血汉钱,曹操这一做法似乎更要让人容易接受一些,毕竟曹操没有伤害百姓,但是因为封建迷信的缘故。 这一做法却依旧为人所诟病,陈林为袁绍席玉州便写道,曹操有特制法秋中狼将,摸鸡校尉,锁过徽突,无害不禄。 来讽刺曹操,但有趣的是,曹操击败袁绍之后,非但没有治陈林的罪,反而对陈林赞赏有加,也或许就是大政治家的气魄吧。 事实上,曹操盗绝古墓,确确实实是冒天下之大不为,况且曹操所盗的墓大多都是前朝的汉墓,不过不得不说,曹操正是依靠着这些汉墓中的宝藏而逐渐起家,最后由自己的儿子曹丕推翻了汉朝,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。 要说起曹操在汉墓中所盗绝最大的一个墓,那么还得属梁孝王墓了,梁孝王就是汉景帝的弟弟刘武。 七国之乱中,刘武率兵抵御无处连军死守粮都虽,汉卫了国都长安,战后得到了汉景帝的重赏。 梁孝王去世后,葬于芒荡山,并将大量的金银财宝带入到了墓中。 曹操为了补贴军饷,于是便命人探查梁孝王墓葬的位置,与亲自引并盗决。 《水经著书》记载,曹引兵录道,发梁孝王种,破关,收金保数万金。 曹操在梁孝王的墓中,盗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宝,具体有多少在各种版本的记载中各有不同。 只知道这些财物养活了曹操手下的军队整整三年。 噢。 感谢观看